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蕾羊妈妈 今天为你们带来的绘本名字就叫做故宫 小明和爸爸一起去北京故宫游玩 他们穿过五门来到了内金水桥前 接着来到了太河门 威严凶悍的青铜大狮子是门前桥头的守卫者 小明的爸爸被他们迷住了,看个不停 而小明却注意到了一扇奇怪的门 穿过这道奇怪的门,小明来到了一个空旷的广场 广场上有一座宏伟的宫殿 大门上的木质匾额上写着太河殿 正当小明在太河殿外张望的时候 一些穿着奇怪衣服的人发现了他 原来他们是皇帝的侍卫 室卫们告诉小明,现在他们所在的是紫禁城中最神圣的地方 中河殿、太河殿和宝河殿 室卫们决定把小明带到皇帝面前 听皇帝发落 小明这才知道自己回到了古代的紫禁城 小明被带到了一座小庭院前 与之前看到的宫殿相比 这里的房子小了很多 来到皇帝面前 小明惊讶地发现 黄帝竟是一个和他差不多大的孩子 小明告诉皇帝 他来自未来 他还给皇帝讲了很多关于未来的故事 小皇帝听得津津有味 小皇帝从没有这么高兴过 于是他带着小明去看一些他最喜欢的地方 首先他们来到了御花园 这里有各种奇石怪树 明花溢草 然后小皇帝带着小明来到了一座高墙前 墙上含着九条栩栩如生的巨龙 所以这里叫九龙壁 随后小皇帝带着小明来到了一个小院子里 院子里有一条青铜龙 小皇帝带着小明一起爬上了龙背 青铜龙突然飞上了天空 他们盘旋在紫禁城上空 小明慢慢地睁开了眼睛 他看到了原本高大的宫殿 现在看起来像小小的玩具一样 突然挂来了一阵狂风 小明被吹下了龙背 游客们看见一个孩子 掉进了故宫外的护城河里 急忙大声呼喊着 快来救人呐 小明的爸爸听到了叫喊声 急忙向护城河跑去 被救上岸的小明 终于和爸爸重聚了 小朋友们 好了 刚才呢为你讲完了这本啊 故宫 实际上呢我们随着小明的穿越哈 也看到了紫禁城的全貌 紫禁城呢是古代皇家住的地方 也就是皇上住的地方了 都说故宫呢有九千九百九十九间房屋 那么如果你有机会的话 也可以来到北京的故宫 去参观那里的紫禁城 我们下期的故事当中再见咯 我们下期见